那么舍报庄严图呢 没有这个现象 舍报图里面呢 只有化身 胎身就没有 没有这个胎身暖身世身都没有 它是变化的 到那边去是化身 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 莲花化身 化身不是像这样一个小孩慢慢的长大 不是那不还是变化吗 它那个化身呢 就跟阿弥陀佛的身是一样的 平等身 永远不变 你在舍报图住多长的时间 经上告诉我们 三大二生期间 这个时间太长了 三大二生期间 你的容貌没改变 你的身体也没改变 你从来也不生病 金刚不坏身 你的相貌没改变 那就真的 极乐世界花草树木 四季长春 它没有四季 永远也不会凋谢 山河大地 美好 它没有变化 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呢 什么水灾啊 旱灾啊 地震啊 这些东西 那里都通通没有 什么灾难也没有 舍报图叫 一真发解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你在那里居住 慢慢在那里提升 从初住 深住实行 实回降 实地 等觉 你都住那里 到妙觉呢 妙觉你憋了 你不住了你了 住哪里去呢 住到长级光里面去了 西方的司徒 最高的长级光徒 长级光徒是自信 回归自信了 那叫就近圆满 这个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